秦始皇陵,足足经过39年才真正修建完成,这也是中国第一座规模巨大,而且特别完备的陵墓,根据史册的记载,里面不仅拥有大量的宝物,而且还有很多宫殿,但40多年前,秦始皇陵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,致使至今不敢开发挖掘。 秦始皇的陵信是世界上最大,最全面的陵墓,这里面充斥着2000多年前,秦朝百姓的聪慧还有辛苦劳作的证明,这也是中国上一处巨大的宝藏,历代君王,盗墓者都为之清新,最后都因技术不过关进不去陵墓内部,有的甚至连秦始皇陵的洞口都没有找到,只能无功而返,一座几千年的陵墓为何一直没有被盗挖掘呢? 上世纪70年代,其实我国的考古学家,已经对新始皇陵,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索,考古期间发现了秦陵兵马俑,这批兵马俑站甲上着色用的是一种罕见的紫色颜料,硅酸铜制成,但是就在发现这些之后的几分钟之内,这些兵马俑身上盔甲的颜色开始吞去,原先活灵活现的兵马俑也变成了呆质的表情, 这让所有人都措受不及,所以所有人都一致地认为,在技术不倒位的情况下,就这样开决秦始皇陵过于危险,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历史文化的产物,全部毁于一旦。 目前对于秦始皇陵最好的保护方法,就是不要打开地宫,让他们保存好最初的状态,相信在未来,我国的技术成熟之后,秦始皇陵将会被打开,那时候呈现在人们眼前的,会是最宏观的建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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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